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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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來到第二節 我們最後講的 病的定義 趙麗娟說 我們不用病這個字 我覺得你的定義是非常好的 你說多次是什麼? 如果來看我們的人 我們也不叫病人 他們也不是有什麼生病 對我們來說 我不是去 醫他的symptoms 病症 這些所謂的病症 其實是一個能量的失衡 失去了平衡 失去平衡是什麼意思呢? 可能是過多 可能是堵塞 可能是不夠 可能是能量系統之間 它不夠平衡 有一個系統太強 令到另外一個經絡 或者另外一個系統被它影響 又或者在五行 譬如以五行學說 雖然我們現在對五行 因為很多時候只是用在風水上 大家可能覺得有迷信 但其實不是的 這是一個宇宙的道理 可能在五行來說 某一個能量的特質太強硬 譬如剛才我們提到火性 如果火性太強的人 它可能真的需要 什麼是平衡的火 什麼黑火 就是水 可能我們要把水的能量的特質 提升一點 火的特質就會降低一點 它就處於平衡的狀態 但這個是從能量特質去講 都是一個太多太少 或者是堵塞 或者是不夠的情況去採集 我們就能量治療做的工作 就是將這些失衡的地方找出來 就是說有時候它可能所謂的病 剛才我們看到 就是之前看到 譬如說它背脊痛 它背脊後背痛下背痛 很多人其實是長期受到困擾 它背脊痛 可能其實跟它脊骨 是未必有關係的 可能原來是 譬如我最近有一個case 它就是腎經 我們後來是找到它 其實它是腎經有一個失衡的地方 如果我們幫它把腎經平衡 它是可以當場 本來是不可以彎腰 它立刻當場就完全可以彎腰 這個當然是有關係 因為為什麼呢 腎可能大家會說 腎就在後面影響了 但是其實可能是它腎經的導塞 但是也有些人的背痛 為什麼它背痛呢 可能是因為它唐光經的問題 也可能是因為它脈輪的問題 就是它的海底輪有堵塞 海底輪是在下腰的部分 就是後腰下腰的部分 如果它堵塞的時候 就是那個脈輪 就是海底輪是不平衡的時候 可能它表現出來的徵作 就是下腰痛 就是說同樣一個徵作 它能量失衡的地方 可能是不同的地方 就是在不同的地方 我們找到它究竟失衡在哪一處 就可以比較快捷地幫它去調節 即是說 我們來找你 我是頭痛也好 腳痛也好 腰筋痛也好 什麼痛也好 總之 你可能先用你的音叉 或者你的方法 去檢查一下 到底我真正的問題在哪裏 因為譬如說 我咳 咳也有分寒咳 日咳咳咳 粗咳咳 熱咳 即是我咳 和卡洛斯咳 就不同原因 然後再檢查到真正的原因在哪裏 然後再用它對的音頻 去和它平衡失衡的地方 沒錯 可以 我們通常做的做法就是 因為我自己是有這兩個系統 就是Modality 我第一件事 先會做一些我們叫做能量測試 因為我看不到能量 我沒有這個叫做天眼通 但其實這個不要緊的 不是每個能量師都是 所謂有這個開了天眼的能量 對我們來說 如果以我老師 即是能量醫療的老師 Donna Eden的說法 她認為這個所謂 三眼看到能量的能力 其實是每一個人與生俱懶的 只不過是這個社會 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 是不鼓勵這個能力 我一直都可以聽到靈界的某些聲音 特別是一些天使 或者是我們的高我聲音 經常內不莫 有些人就挑戰了這件事 或者我以前在基督教的時候 即是基督宗教的時候 經常都是被質疑的 就是我們打開了這個黑暗的大門 跟陰界有這個溝通 那我肯定不是 因為從小到大都可以 然後去到一個日子 其實你有這個先知的恩賜 或者有這個什麼什麼的恩賜 所有的東西突然間很合理 和很合法 其實這個很有趣 你現在說出這個案子 因為對我們老師來說 他剛才說的看的能力 其實是與生俱來 如果你一直鼓勵他 不讓他消失這個能力 譬如他怎麼舉例 如果你有小朋友 你就經常問他 你看到什麼顏色 你看到什麼顏色 還有他說 你留意小朋友 BB 他不會跟你有眼神接觸 但他通常會看你旁邊 這個其實是什麼 就是Aura 就是氣場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氣場 不只是耶穌基督佛祖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這個氣場 因為我們除了身體之外 我們有一個叫能量場 就是energy body 能量體 所以是會有這樣的 我們會發光 因為能量就會有光 或者有顏色 我發覺很多人都很喜歡問這些問題 你怎麼可以見到 聽到天使的聲音 怎樣教你 原先就是應該有的 本來就是有的 但其實是被後天去block 幸好因為我是大女 大女其實讀女差不多 因為有幾年是一個人 沒有人跟我玩的 我爸媽又上班 這樣 變成有些東西是developed下去 是沒有被人阻擋 你會比較自由 可以發揮 對 然後那個人又比較自我 那些人說你不說我不對 你覺得而已 那就保存回這個特異功能 其實不是特異功能 其實不是特異功能 是一個自然功能 對 其實有些人會聽到天使的聲音 有些人是聽到能量的聲音 有些人是聞不到能量的 譬如那個環境是不可能的 對精油是特別厲害的 其中一集訪問嘉賓 有些人 我問他 你早就知道那個人是天分 譬如你就是這個音療 譬如我平時聽不到什麼 但你可以引領我聽到 所以為什麼我剛才停了10秒就是這樣 沉不進去 沉不進去回不來 就是 很棒 很舒服 coming home coming home coming home 其實剛才你提到香薰治療 其實香薰治療 它真正治療的原因 不是因為味道 就是香味 而是因為頻率 因為每一個味道 其實都是一個頻率 譬如我自己來說 雖然我是說經脈音療是用聲音 我的聽覺 聽的能力不是很強 反正我是聞到鼻鼻 我有時候是聞到能量的味道 噢 聞到嗎 是 我會聞到的 那不如你這樣大 但不是每一刻都聞到 但有時候是會聞到的 但你事實上 你是在這個範疇去發展你自己 和你的事業 你沒有去到去蒸油 香油 香薰那些 那你怎麼解釋這件事 其實就是這個能力 怎麼說又很發出來 可能我在這一方面 是比較 在味覺 這個就是我和能量溝通 更加敏感的距離 那跟這件事有沒有任何的聯繫 我可以講一個case給你聽 就是譬如我們有時候會去 我們會做體驗會 因為我們想介紹給更多人知道 譬如經脈音療 我們做體驗會的時候 可能一場是幾十人才算 你現在看到的是音叉 另外就是我們有一個叫管中 不好意思我今天沒有帶來 就是大的長 那個就是做空間的 當我們做體驗會的時候 我們就會敲這些做空間的管中 體驗再長的人士 他們有時候會提出問題就是 為什麼剛才我聞到 譬如他舉例 那時候他說 好像一些橙的味道 即是Citrus Citrus 叫什麼 橙 柑柑 柑柑 柑柑柑 柑柑柑 那類的味道 他就問 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有茶這個香水 其實我們就沒有了 當我們的同仁 大家是敲這些管中的時候 他就開始聞到這些味道 那這些人 他就有這個天賦 他會有這個能力 會比較強 但有些人就不是的 他聞不到 但是他會有 他是視覺型 所謂一些是視覺型 一些是味覺型 或是觸覺型 會不會反轉的呢 反轉的意思是 我有時會無端端聽到一些聲音 那些聲音就是 現在突然間 我在做訪問的時候 我就突然想起 有時我突然間 停一停 會有些聲音 好像你剛才 我們試了兩隻 這個就是十二星座那隻 這個就是宇宙的聲音 有時會突然間 整個空間好像停了 所有的聲音都停了 突然間我聽到某隻耳朵 聽到某隻耳朵 聽到某隻聲音 就好像 是一陣子 有時可能會長到半分鐘 有時可能只是十秒八秒 我現在會突然想起 就是 我當時整個屋 為什麼會突然有這些聲音 這個聲音來自哪裡 或者睡覺的時候 不是經常有一種聲音 是很直靜 當你完全很直靜的時候 是有一種聲音的 是 當然 有時候可能是真的耳朵 我們也不要太看見 或者有時候有些人是真的耳朵 但是耳朵的聲音 跟這種聲音 知道是不同的 知道是不同的 有可能是一種connection 即是一個連接 我現在想起來 我覺得是 應該是某些聲音在呼喚 某些聲音在connect我 我不可以很絕對說 這不是我個人的經驗 但如果說 譬如你聞到某一個聲音 或者聞到某一個味道 或者你聽到某一個聲音 可能你在發生這個當下 你會有一個想法 這個可能就是一個message 我們有時會認為這是一個message 為什麼這麼巧 在這個時候會這樣 很多東西說 這麼巧 但是有時候是否真的這麼巧 我們就會有一個 叫同步性的現狀 會出現 可能這個同步性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 可能是給你一個信息 我們會這樣解讀 但是這個是很個人的 同樣可能我都聞到這個味道 假設你又聞到這個味道 但是這個味道 給我的信息 可能和給你的信息 未必是一樣 那是你個人的信息 我會這樣去傳證 那就是非常之過難 OK 好了 那你說一下桌面 有一塊很特別的水晶 是 這個 這個又是什麼 其實這個 叫做merkaba 這是一個神聖紀行 merkaba merkaba 可以翻譯做 如果用國語就是 merk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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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學這個時候 都是用普通話學 因為我老師是講國語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神聖紀學 其實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 它是由 這裡有一個 三角形 像大衛星 Exactly 其實它就是一個 3D的大衛星 哦 3D的大衛星 其實在坊間 你會看到其他有很多書 我想你會看到 是講merkaba 那就是有 但是我們老師的 這個merkaba 它是另外一個系統 即它都是用神聖紀學 但是是有另外的channel 即它channel了 或者接收到另外的訊息 channeling 就是download了一些 一些上面的訊息 那是有另外一套的療程 事實上 我上一次跟你做這個療程的時候 即是用音叉做的時候 其實我是有做到這個merkaba的療程 所以你亦都感受 即是一個很奇特的感受 大衛星是做什麼的呢 我也有條大衛星的鏈 買了很多年 20多年了 原來我想一想 原來我都很 v1得很前衛 20多年前 已經開始v1了 我跟長哥談開 有一次 周時常博士 才發現原來我跟他 是見同一個自然療法醫生 Dr. Rowland 是說的是20多年前 然後長哥說 你認識Dr. Rowland 我認識 我是個client 我才想起 原來我很早已經開始玩 碗腸 洗腸 禁食 不是禁食 叫做 辟骨 那時候不是叫辟骨 叫斷食 斷食 然後這個大衛星有什麼好處呢 所有的符號是有力的 所有的聲音 所有的頻道是有力的 所有的香味 都有它的power 而大衛星是什麼呢 就是智慧 關係上 對 人際關係不太好 帶大衛星是不錯的 還有人覺得自己想要多點智慧 別說蠢 因為覺得自己很蠢 不是 如果想要多點智慧 我這種人很喜歡求智慧 這樣 帶大衛星是不錯的 健康 你這個還要是立體3D的 正動擺 還有我們在學習這個modality的時候 我們都是用這個 Rose Quartz 即是 玫瑰粉紅蒸 玫瑰粉紅蒸 因為玫瑰晶 如果大家玩水晶的人都要知道 粉紅蒸其實是代表心靈的力量 是 是 大衛之星也是水和火 其實它交流 也是等於宇宙的創造 關係 因為是 男女之間的關係 人者之間的關係 如果用這個 Rose Quartz 即是玫瑰晶 我們也是同一個心靈的連結 因為所有的 所謂的智慧也好 薄愛 大愛 一切的推動 一切一切的推動 其實是由心靈開始 所以愛的力量是很大的 所以我們學這個時候 我們的老師Channel這個時候 我們都是用Rose Quartz 我們叫做The Rose of Sophia 其實你們 Sophia Sophia不是智慧嗎 對 沒錯 有兩個名字很喜歡的 一個就是Sophia 或者Sophia 另一個是Daniel 為什麼呢 因為兩個名字都是講智慧 如果在人世間 你要求一件事的話 當然求愛人錯 但我們本體是愛 你求什麼 但是另一件事 我很喜歡求的就是智慧 然後我記得我以前 中學的時候學了這個祈禱 什麼都不懂 就是這個 多謝主耶穌基督你給我這個生命 多謝主耶穌基督你給我這個生命 多謝主耶穌基督你給我聰明智慧 Amen 這樣就說完了 因為我不懂祈禱 所以我經常就是聰明智慧 和健康 結果我發現 去到我現在這個年紀 二十八在加加加 我就真的有兩樣東西 第一 有人說我很聰明 有很多人都說我聰明 還有很多人說我轉數很快 另外就是健康 原來真的求什麼是有什麼的 還有這個 所羅門王 也是的 所羅門王 聖經很出名的 大衛王的兒子 都是人家問他 神問他你想要什麼 要智慧 有智慧的人就會問要智慧 因為智慧越多 好著數 所以其實也很有趣 你會發覺到 剛才你說的過程 就是求智慧 原來都是在心裡 不是在路 智慧不是來自路 其實我們越來越發現 這個腦 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能力 第一 就是原來心是會想法的 沒錯 越來越多的研究報告顯示 我們的心是會發念的 沒錯 而不是在這裏 還有我們的大腸 其實是本來 剛上個禮拜講完 我們的大腸 其實是我們以前是第一個神經系統 後來我們開始吃熟 才開始腦 不需要用那麼多時間來消化 然後腦就開始膨脹膨脹 現在變成腦做多很多事情 OK 我明白 這是我們禁止我們的題目 你怎麼用這個大衛星 你不是叫大衛星 這個叫做 Mercuba 去醫病呢 其實 它會轉化能量 還是會怎樣 這個你絕對是說得對 因為 舉回我自己最近的例子 就是我前幾天 其實身體就覺得不太舒服 就是有頭痛 我先講一講 或者這個Mercuba 其實就是跟了我自己的心靈 我自己的能量是連結了 所以這個是跟我是共振的 但是你怎麼可以 其實都沒關係 我覺得 因為都可以靜化 所以不是太大的問題 所以這個就等於 是貫注了我自己的頻率在裏面 我前幾天自己就不太舒服 那我就當然會做其他 有能量醫療的方法 用陰差去調整 有一晚我就睡覺 就想一下 突然之間有個念頭 好像你說的 突然間燈亮了 我不如拿個Mercuba出來 就是試一試 那我就把它放在我的頭 就是雲精的旁邊 就睡覺 過了大概十秒左右 我就感覺到其實在做調整 在開工 在開工 轉化了轉化 這個是physically 我自己身體上是感覺的 那當然是一個很強的能量 那我有測試過這個能量 其實跟那個shape 就是那個大小 size一樣 可能的關係不是很大 因為我也都有些 我今天沒有帶過來 但有一些是小一點的 這樣去辦 那其實那個能量都很強 所以不是一定要大就好 其實那個 就是它本身的能量 它是具備了很強的能量 調整的能量 那我也有些同學 就是跟我一起上課 我同學 有一次是感冒得很嚴重 他就是這樣說 感冒都是開不了聲 直接是失了聲 他就放在這裡 那他說 然後馬上就 就是很快 就可以幫它舒緩 就是調整那個能量 那其實在你們那個 能量醫療那個角度 你怎樣 它的喉嚨失了 和這個 那個關係怎樣 為什麼可以治好呢 就是 它有什麼block住了 或者有什麼 那個音頻是需要你平衡它 讓它可以說話呢 就是其實 它可能 為什麼開不了聲呢 可能真的有東西入侵了 但是都是反映 所以入侵的東西 可能是風寒 不是很影響 那些 變成其實在表現出來 它都是能量的失衡 來的 變成這個 這個本身它是具有 調整能量的能力 就是 剛才我講的 correct balance 修正和平衡的能量 那我的同學 剛才講的case 或者是我的case 所以這個已經貫注了我 那個能量 所以放上去的時候 它就幫我們去修正 這個失衡 好 那我們這一節又夠時間了 又休息一會兒 回來再跟大家聊 好嗎